哦 贴到一起了 关键姐 房具里面是有贴梅的人的 鸭皮就在里面 鸭皮被抢下来了 这位置 天弟弟和天天各击倒一个 鸭皮和112倒 那天天这位置直接肯定是要拔掉的 天天倒 小孩 张静海最近的状态是真的不错 是的 现在应该就立架 立架把鸭皮补了之后应该要扶一下天弟弟 112这里正好是倒在马路中间 这也救不了几乎 诶 那GBOY 这个头没可以找好极啊 他是不是自己感觉背景不太够用啊 SpaceMan把这个头给K下来 应该是比较穷 因为你看 这应该有了 这给我拿下的还是比较稳的 原点是烤鱼在抽 但是已经原水难救近火 是的 天吧就是将计就计 已经想好了有可能刷到北面 所以说就顺手堵一手枪 是的 这时候北部又来了一只队 那天吧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对 4M的车一直在被天鹿扫 刚起步 XLift就一枪拘打了七七 这是一格了 他会不会 他这个走位好飘逸啊 他再往前走的话 真的有可能能偷一个呢 是的 而且山宁倒了一个 皮克南倒了 是的 刚落点就倒 好多人在抽他 哇 这个位置要救人都挺难的 再抢分 最后由焦阳拿下了这个头 是的 KG也是赶紧过桥 所以暂时好像 如果不说什么 比如说投掷物产生人头啊 是孵 没想到连鞠打开了突破口 这样的话 坦克的话会不会 人类的意思 但是12月已经从背后过来了 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了 全是惨的 明明又抽到了阿伟 龙东全刚刚浮起来 主要Omega这个从背后摸过来 这个FM是怎么都想不到 他在那里埋伏了那么多 是的 真老六 坦克出手了 坦克补一个倒一个 现在只有龙东全刚浮起来 应该刚打起来 12月 是的 12月背后要来了 这波XCG 都还没来得及出手 都还没来得及出手 是啊 小鬼直接是连鞠带走了龙东全 FM就这样在山顶上被灭 是的 NewHappy的这个正面突击的效率是 你一旦露出一个破绽 马上给你撕开一道伤口 哇 小左的连鞠带鞠又得手了 就是人头被K了 还是连鞠K头比较爽 太打了 谁说倒地 谁说刚才 最好的位置被鱼人赶走了 只能趴去一种干尴尬的位置 是的 这颗雷直接塞到了K的脚下 再弹了一颗雷 Omega放倒了LeGhost 对 速球还在比较远的地方 驱车赶来近点支持小五弟的一个人 对方想要补人 知道你越过这个波小鸭 这有点不理智了 是的 但确实补掉两个 这样来的话 17就是受到了重创 就我一看17瘦趴的那个位置 NewHappy又回来了 你没想到吧 我胡亥三又回来了 打得这么激烈 不得不来 是的 速球倒地 往下走呢 又会被远处打 往上走呢 又走不上去 小五光想活着 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是的 跟标题还要想打什么反击 这波 这波还是站位位 是一个买点 楠楠准备踩雷 楠楠是shave的跑 诶 过去 等第二个过来 打尾车 打尾车 是的 他甚至有可能 队友正面发弹的时候 他直接从背后出来 是的 而且这个时候脚步声很容易混 对 还有一个飞机 等几枪来了就可以开始出手了 正面准备 好 差不多了 来了 一个背身 两个侧身 还有一个 还是侧身 打一半血 还是侧身 一枪头 如果正面的队友不是倒了的话 这波他们已经是大获全胜了 是的 一穿四 一穿四 黑猪真的是拿到一个绝诈的位置 发挥出来 他应该发挥的实力了 真的 嗯 确实是 发挥得非常不错 是的 乌勇 张星海 今天是真的开了 兄弟 对 大家都在秀 只有GFY在挨揍 GFY已经被淘汰了 嗯 Pero这里要扶一下 也是 逐渐贴过来 黄之龙是 一个人倒在蓝圈里面防去 就不可能救了 是的 圈形继续往右边去刷 还是在那个龙体站的脚下位置 这Pero 这位置刚好被刷走了 又倒 二倒了 只能封自边 封了自边 又对方马上就移你 移过来丢雷 Pero这个位置确实走不太远了 对方一封自边直接上车 然后倚到他身边丢雷 是的 就这样对吧 就是他封完烟以后 他就没有什么 这个选择还差不多 腰射 伤大折一穿三 有鱼人的一份功劳 是的 最后一个队友 后面又来了一辆车2BS 过来 唐帝这两只小队部 唐帝是卡里面的吗 他样子是有点像 他不好移动位置 真是什么位置啊 这个鸡脚嘎啦的地方 KRG被山上抽爽了 田路对这个坑发动猛扑 但是山上劝架的人太多了 他这一路上封烟 你可以看到这周围枪线 对他限制有多大 是的 一颗雷先炸倒一个 二里天路刚才起步的时候 就吊一个人了 雨倒地 SATA这里先扔一颗烟 没扔出来 他想切雷 估计没切出来 没雷了 只有火 然后滴滴器是连续被蓝圈带倒 两个 从下沉区那个地方出来以后 蓝圈伤害太高了 TMA一辆车扎到了全边 这个位置正好 高兴一个人 张兴海又拿到一个淘汰 是的 现在只有天霸不在圈 伊克雷 结束战斗 是的 天路要抓紧时间救队友 没法救 莎莎在很远的地方 狱也救不了 狱狼玩吧 莎莎一个人去对抗天霸 我在圈 你玩 你过来你也要跟我刚才过点要被抽的 小九一撕 打起药来 给个卫生炎 莎莎已经想好了 破釜沉舟 我记得莎莎身上是没有雷的 他最多只有一颗火 打闪 闪是不知道有几颗 打一个 打一个七七 这波换子弹稍微有点力 还有两个 哎他生东西 这波人闪 两边都被闪了都举手了 是的 再打一颗 再波拉过来被闪了 打一个另外一个扶地 所以没有被击倒 差一点 有雷卡伤口 哎他怎么在换子弹啊 哎呦 莎莎这波说实话 他两波换子弹 我觉得都就是要有待上去啊 就本来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一穿三 换蛋挨了这波 其实我跟你讲换蛋挨 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枪法还不够自信 哇真的上大分 因为北面的没人管他了 对吧 你这么一想 其实换了两分也还好了 也还好 就是本来就比预期的收益要更高了 但如果处理的更好一点的话 这把可能能多拿个四五分都有可能 是 TMA也是没有办法去规避原点的枪线 是的 现在决赛全部去进 就是在圈里面找位置 首先的话 我看到KID其实是踩到了一个坑的 悟空倒一个 悟空是在圈 这其实不应该啊 超能做事 他估计忘了天霸的信息 是的 DT人本来就不多 现在只有天弟弟了 人头被白罗马K下 天弟弟好像这个位置还不在圈 下山的过程中要被抽啊 嗯 蒙给烟 蒙蒙给烟 然后队友这里应该还要再摸一点烟 X1G倒两个了 只有圈里的KID 天弟弟在狂扭 现在这个栓局这么流行的嘛 人人都在用栓局 不过看得出来7.62很少 这脚一直 眼残 慕子里会不会想要靠近 去找一个捏蕾位呢 伯良倒了 那就是说悟空这两个倒地的人的位置都救不了 是的 慕子里这把栓就是立了大功 圈给了左上角 这个圈 崔七夭 太左势了 只能说有震能量 这把崔七夭是帮忙削弱一下CTG的话 他有机会的 是 他知道这边还有人没打完 听到脚步了吗 开车 哦 没有出任何事物 奔了一手文泰来泡泡 在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四个淘汰 是的 CTG成功拿下 一销 他去倚他了 然后落地 还可以 他落地打掉的 大力出奇迹 是的 崔七夭说说好的 远处都对对枪呢 普通 很难了 只能说很难 是的 毕克雷加栓局 补了三分之一的伤害 不然你倒地 拿下这个中心点设置 王操操 带人 这是他一个人去倚了 他一个人先去静点 贴了一下 他还没有完全地开枪 白龙马就是到的位置 然后往烟里面去扔 他觉得人会冲连 漂亮 好的 恭喜CTG这把九杀之鸡 好